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照国际读情会所发现的 美人眼睛是以读本的进度 一起来试想 菲利比书第二章一到十八节 首先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 菲利比书第二章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 你们如果有什么样的劝勉 彼此的这些勉励 劝勉 你们的爱心有什么安慰 就是彼此来安慰对方 圣灵有什么交通 就是圣灵有什么样的团契 从圣灵而来的团契 团契这次我们讲过 就是那个 共同拥有 共同分享 共同参与 所以受圣灵的感动 在圣灵里面团契 把圣灵的意思 和心意 告诉对方 或把圣灵的旨意 做在对方的身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还有心中如果有什么样的 慈悲怜悯 这个上帝感动你 让你有这个慈悲 跟那个怜悯人的心 那你们呢就要意念相同 意念这个字很重要 意念这个字就是 你们的思想要相同 你们的看法 你们的思想 你们的观念要一样 然后呢 你们的爱心也要一样 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如此的爱你 你也如此的来爱我支持我 你们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这个意念 那使我的喜乐 就可以满足 如果你们可以 有一样的这样的心思 有一样这样的意念 有一样这样的思想 简单来讲 保罗他的思想 他的意念 他的看法就是 这个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活着就是为了要传扬 基督的缘故 因为我是 耶稣基督福音的共同拥有者 那我死了就有益处 因为我死了之后 我就与基督同在 我就得着了这位基督 所以保罗希望 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信仰的这个患难 跟试验当中 他们应该也要有 同样的一个心思意念 如同保罗一样 活着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基督的缘故 即便死了 也是得着基督 所以呢 在同样的一个意念里面 他们圣灵有什么感动 他们的爱心 他们的怜悯 有什么互相要来扶持对方的 都要如此去进行 那这样保罗 他说我的喜乐就可以大大满足 就可以知道说 你们菲利比教会 就在真道上 就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像基督福音的公民 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来 好第三节 所以他说凡事不可结党 不要像那些 因为我在这个捆索当中 就来增进嫉妒我的人 他们就在那里得意洋洋 这个叫做结党 因着自私的缘故产生纷争 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结党 从这边来 就是为了自私的缘故 那个不合真理的一些缘故 为了自私的缘故 自怜的缘故 自意的缘故 就产生跟别人的纷争 然后召聚一些人 来跟另外一边人对抗 这个其实神很不喜欢 教会里面有结党的情形 好然后呢 不可贪图虚服的荣耀 结党常常来自于 想贪图虚服的荣耀 但那个荣耀 是不能被归给神的荣耀 那是神不要的荣耀 就是人喜欢贪图这种荣耀 所以呢只要纯心谦卑 就是刻意的 让你自己要谦卑下来 而且要有种操练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你要看到别人 在很多地方 是有值得你学习 跟效法之处 你不要以为你最厉害 什么都要听你的 所以呢 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并且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你不要只在乎自己 生命的成长 还有对神的经历 如何如何 你要去看顾别人的事情 因为你跟他都是 Coinonia的人 你们都是生命 福音 基督国度里面的 共同拥有者 共同分享者 共同参与者 好我们继续来读 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从第五节以后 这一段是蛮有名的一段经文 我们读菲律比书的时候 都会常常记得这段经文 第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原文是 你们里面要思想 耶稣基督里面所思想的 我再讲一次 你们里面要去思想 什么是 耶稣基督他里面所思想的 这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这边的心这个字 就是第二节的意念 他的原文意思就是 思想或看法 也就是说 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看法为看法 你们要以耶稣基督 他在思想什么 你要去思想他 这样你们就会有一样的看法 你们就会有一样的概念 有一样的思维 你们就不会结党 彼此竞争 彼此伤害 你们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 什么叫谦卑 当每一个人 他都去按照耶稣基督的思想跟看法 跟心意 去看自己 看教会 看别人 那每一个人都用耶稣的眼光 来看待事情的时候 那就是真正的谦卑 那也是真正的合一的开始 好第六节 他就开始讲 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思想事情的呢 耶稣基督他里面的观念是什么呢 他是如何来表现什么叫真正的谦卑呢 第六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 本那个字可以不用 他有神的形象 就是说他就是神子 他跟我们真的不一样 我们不过是人而已 他却是又是神 又是人的耶稣基督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 抢夺的 抢夺这个字就是抢劫的意思 但在这边理解是要稍微 意思要稍微修饰一下 比较好懂 也就是说 他是神 他有神的形象 但呢他不以自己是与神同等的 他是什么 为强夺的 为紧抓不放的 他没有一直紧抓的说 我是神不是人耶 所以我干嘛理会你们这些软弱犯罪污秽的人类 他没有这样做 所以他不以自己是与神同等的 为强夺的 为紧紧抓在手不放的 那他反倒是怎么样呢 第七节 他反倒虚极 虚极就是他倒空自己 或是说他使自己 这个拥有神的各种的权力 暂时无效 你懂意思吗 就是说他暂时不去使用 他是神这方面的这些权力 能力 因为他要认同人的处境 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他才能够为人类人赎罪 所以他反倒虚极 他倒空自己 好像暂时放弃了 神这个部分的这些能力或是权益 他竟然取了 取了就是他主动去拿 Lambano这个字 就是英文的take 他倒空自己 而竟然去主动去选择了 去拿了奴仆的形象 就是仆人的形象 他是主人 他放弃自己主人的这些权力 权益 他反而去成为仆人的一个形象 为了要服侍全世界的罪人 然后呢 他就成为人的样式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竟然成为人的样式 这就是上帝 他的独生爱子 道成肉身 取了人的样式 坐在我们中间 第八节 既有人的样子 他就怎么样 自己卑微 他就谦卑自己 他没有一直去想说 我是神 你们是很糟糕的人 他没有 他竟然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抉择 决定 他要道成了肉身 他取了人的样式 他本来是主人 现在竟然成为仆人 这都是他出于自由意志的一个决定 所以他既然有了人的样子 他就自己卑微 他就谦卑自己 要做仆人 就真的去做一个仆人 然后呢 他就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作为一个仆人 来到世界上最大的使命 就是为世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他顺服这个使命 他顺服这个 福音的呼召 所以他顺服到他死为止 而且他死的不是很光彩 他实在是被咒诅 被别人羞辱的十字架的酷刑上面 他仍然顺服 他没有说 我本来是这个神 我是神的儿子 我怎么可以 被脱光衣服 被钉死在这个 被咒诅 被羞辱的十字架上 他没有 他既然已经选择了 走这条路 他就存心 谦卑自己 因为没有人逼他是他自愿的 所以他就顺服这个使命 即便最后是 这么羞辱的 死在十字架上 第九节 所以呢 这位顺服的耶稣基督 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凡降卑自己的 神凡了使你高升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 就代表说 他是高过一切 超越一切受造的人类 然后呢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就是这个三层的宇宙 里面所有的这些受造物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就是来敬拜他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就他们都来承认 耶稣他是主 即便他之前 取了奴仆 或是仆人的形象 但他取了仆人形象的目的 是要拯救世人 脱离罪恶死亡跟咒诅 所以替我们实在十字架上 那这样的一个 顺服 以至于死 而完成了救赎的 伟大工作的耶稣基督 太伟大了 所以大家都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也是我们的主宰 并且把荣耀归给父神 因为是父神差派 耶稣基督来做这个救世的工作 所以荣耀要归给父神 好我们继续来读第十二节 到第十八节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畏 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焦垫在旗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 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舍姐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就是你们总是顺服的 你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 那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感谢主啊 没有因为保罗不在 他们就骄傲自大起来 他们仍然是谦卑顺服 甘愿为了福音受苦 效法耶稣基督榜样 所以呢你们更是顺服的 所以你们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所以你们要 面对这位被高举的主 你们要特别的敬畏他 不可以随便 好让这个上帝在你们生命中 的这个得救和成圣的工作 可以成全出来 所以你们不要半途而废啊 不要这个我不在了 所以你们就骄傲自大起来 像那些抵挡我的那些仇敌一样 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边讲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如果 这个是出于上帝 在你们心里面的旨意和影响 立志行事 原本是旨意跟影响 也就是说 其实是上帝 在你们的里面 他的旨意 跟他的这个影响 在运行者 使你们愿意顺服 效法基督 这都是神在你们心里所运行的 神是那位在你们心中的运行者 那上帝的工作 一定不会失败 上帝在你们心中的这种运行 一定会成就 一定会成就他的美意 所以保罗对菲利比弟兄们 非常有信心 十四节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既然如此 你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 不论是顺境或逆境 不论我在菲利比 或我不在菲利比 你们都愿意学习顺服 效法耶稣基督 背起十字架 那一方面这是出于 神在你们心中运行 带领你们 影响你们的缘故 所以呢 这个 二方面 所以呢 你们就不要发怨言 也不要起争论 因为都是我们 甘心乐意的 为主而做的 为福音而做的 所以不要发什么怨言 好像上帝欠你的 也不要起什么争论 我们只要跟耶稣 有同样一个心思意念 然后呢 老老实实的 按照福音而生活 然后呢 这个 有信心有勇气的 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 我们中间其实 没什么好争计的 也没什么好争论的 那这样就可以使你们 最后是无可指责 诚实无为 在这个弯曲背庙的世代 这个世代是一个 既弯曲又背逆神的一个世代 但如果我们可以继续 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 使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纷争 使我们彼此之间也没有抱怨 那靠此代我们心中运行的 上帝的大能大力 我们最后一定可以成为 无可指责 诚实无为的人 那反观 这个背面弯曲的世代 我们在其中 我们要做神 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你们被这个 彰显被显明在 这个弯曲背面的世代中 会好像明光照耀 在黑暗当中 所以上帝在你们生命中 所成就的工作 是很美的一件工作 持六节 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表明出来原本是 紧紧握住 就是说你们在这个 弯曲背面的世代里面 你们要将生命的道 持守住 你们就能够像明光照耀 这样呢 可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就是主在来的日子 可以好来夸 我没有空跑 就是说 我在你们身上 所做的这些福音的工作 不是白忙一场 因为你们守住的福音 你们活出的福音 所以呢 好夸 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十七节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机物 你们是主角 我是配角 所以我 好像那个祭司一样 好像那中宝一样 我向神献祭 但我献上的祭物 是你们 是你们美好的信仰 你们美好的信心 那我若被焦电在其上 也是喜乐 献祭主要是那些祭肉 那有时候会有酒的那个奠祭 特别是感恩祭的时候 那酒是配角 祭肉是主角 所以我当一个配角 我的生命为你们请道而出 像酒杯倒空一样 我也是喜乐 即便主角是你们 我也甘之如意 我为你们大大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不仅我喜乐 你们当事人也很喜乐 你们也要照常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别忘记这是监狱书信 保罗正在被关 但是菲利比书里面出现 16次的喜乐 因为保罗他真的 他跟基督有一样的心事意念 他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对生与死 获与福 看得非常的透彻 他只要能够继续传扬福音 他就是欢喜 他就是快乐 即便他死了 他说那更好 与基督同在 我永远得着基督了 没有什么不好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经的经文 让我们来效法基督的谦卑 保罗要我们以基督的谦卑 为榜样 这样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要来思念 耶稣基督 他心里面所思念的 来效法他纯心的顺服 他不以自己 与神同等 为紧握在手中 不愿意放弃的权益 他反而做出一个 伟大的决定 他要取了奴仆的样式 仆人的样式 为我们这些可悲的罪人 死在十字架上 来救赎我们 以至于死 主要我们要回应这 伟大的救恩 我们就要更谦卑之际 活在福音里面 也为福音而活 谢谢主 感谢很多人在我们生命中 成为为我们被奠祭的酒 他们好像是我们生命中 宝贵的配角 来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 伟大救恩工作 求主 纪念他们 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